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8月17日 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瀚賢 回顧週末期間的天氣 都頗不穩定 特別星期六下了一些大雨 部份地區的雨量更加是 錄到超過200毫米 昨日仍然有遮雨 不過雨量來計明顯是減少了 至於今日的情況 我們看看最新的衛星圖片 可以看到 我們仍然在華南沿岸 受到西南汽流影響 仍然有些地區被雲團覆蓋 不過同一時間 因為上空只有一個反氣船 正在增強 所以看到雲量比早兩天 明顯減少了很多 看看本地的情況 在維港拍到的天氣照片 如果我們望去東邊 仍然今早早比較多雲 不過看看其他地區 像長洲和劉浩山 其實看到雲就開始慢慢減少了 太陽出來之後 甚至乎看到有藍天 我們看看氣溫方面 今早各區的氣溫 大部份都是在25至28度之間 預測方面 預計今天將會在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就會嫌熱 氣溫最高會到32度左右 就會吹一些和緣的西南風 未來幾天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片 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氣形勢 我們首先看看太平洋那邊 現在其實有兩個螺旋狀的雲團 它們分別是天鵝和艾沙尼 這兩個颱風現時距離華南沿岸相當之遠 有幾千公里以外 所以對我們的天氣可以說是言之上草 我們嘗試看看比較近我們的颱風天鵝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 它會逐漸會移向菲律賓以東的海域 除以後我們會繼續監察它的移動路徑 看看在華南沿岸 其實現在的雲開始逐漸減少 我們預計隨著它上空繼續受到反氣泉支配 它的水氣將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預計在無論雲涼、雨量方面 都是比較少 變成在華南地區 未來兩三天的天氣將會漸轉天晴 不過地面的天氣就會變化酷熱 香港的情況也不例外 我們只望未來兩三天 將會是大致天晴 天氣會酷熱 最後提醒大家 今天太陽出來之後 預計陽光都頗猛烈 我們預測最高的紫外線指數 就會去到極高的級別 大家今天若有戶外活動 又要注意防曬 香港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再見 再見